汽车市场上进口车的销售数字是连年来接着成长 除了比价格比车款酷炫之外 车商也不约而同的要研发自己的自动驾驶系统 其中自动停车的功能更成为很多进口新车款不可或缺的配备 但到底如何的自动停车比较厉害 哪家研发的系统最灵敏呢 都是车迷新年度买车选车的关注焦点 双手松开方向盘只见方向盘自转两三下就停好车 在科技的助攻下不少车款配备自动停车技术 不过到底谁比较厉害 自动停车辅助的系统越来越普及 但到底谁比较灵敏呢 今天我们就来实地测试 而第一关就是倒车入库 定试车E-Class打头阵首推一键停车 先从侦测车位开始 在你按下确认之后 从方向盘 方向灯 甚至于说一直到停妥了 前进后退的档位 一直到停妥之后打入P档 那这样子的动作完全车子都不需要去介入 打入倒车档不需踩油门 方向盘或者是排档 车子就自己停好了 取消它你用力扭一下方向盘 其实就可以强制把它关掉 靠着电脑和各项感测装置 车子自动停好 堪称最方便 接着登场的是B&W的大气系列 开启自动停车功能 萤幕就会自动切换 拼接车外的环境空拍 开启自动视角侦测 让停车视野无障碍 现在搭配的车外摄影机可以有360度的视野 在萤幕上看起来把影像拼接起来 就像是有空拍的这个感觉 而且可以把标线清楚的显示出来 还有前后的车距也可以非常的清楚 同样在侦测到车位之后打入倒车档 跟病师车不一样的是 电脑执行停车任务时 驾驶需要全程按住停车键 一旦松开就会终止停车的步骤 而这个设计主要是在预防在停车过程中 发生任何突发状况 确保掌控权可以随时回到车主的身上 最后登场的是德国血统的奥迪 相较于双B 奥迪的自动停车除了不必转动方向盘 驾驶还得自己切换排档 在停车的过程中 驾驶还要自己控制油门和煞车 因此最具操控感 而目前各家车商 自行研发的自动停车系统 虽然操作方式与步骤各有不同 但是在路边停车上 双B车款需要车身 加100公分左右的空间 电脑才会认定是可停的车位 而奥迪只需要90公分 那目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是 他建议你可以用倒车路库 或是车头停车 那就看你选择是用哪种方式 而除了自动停车系统 冰士和奥迪还不约而同 研发自动开出的技术 让进出车位更方便 但是B&W则是用遥控科技来迎战 我们这个遥控器智慧萤幕教室 跟车量就连线上了 当出现这个车辆的画面的时候 我就可以操作 我是要让它前进或者是后退 德意志血统的宾式E-Class B&W的大器系列 还有奥迪的A4 统统都已经是新一代做骑的标准配备 就是希望提高停车的便利性 只不过目前电脑系统的侦测 倾向选择四周都有车子的车位 在侦测周边有柱子或者是墙面的位置 就会显得比较不灵敏 而新一代的德系车 还有标配紧急刹停 在遇到前方车辆紧急刹车 或者是突然出现障碍 辅助系统也会让汽车停止 第一阶段就是BB声 同性的仪表板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警示符号 第二阶段是安全带竖紧 还有50%的刹车力道 最后一段就是100%的全力刹车 强劲的刹车力道 确保坐骑的安全性 而BMW则是推出了自动定速系统 可以自动追踪前方的车速 甚至是变换车道 而新一代的德系车厂 推程初心 比造型比速度之余 更要加入科技感 提升驾程的体验 这些萧全会台北采访报道 好 好